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怎么放资源 要赢就必须另一方让步 不然啊 始终都是要兵戎相见的 烟士城也是傻 被中里势力的东方记给骗了 故事依然带着一群酒囊放在去了敌方的皇帝塔下 保皇一派支援很快 分分钟派出上单与温怀可夜皇一派的烟士城干了一场 烟士城这个AD又不是肉 冲那么前面干嘛 AD就是在后面输出的 哪有你这样精神去打的呀 对面超级兵都还没派出 一堆普通兵就把你杀成了残血 接着上单宇文怀一线收了人头 这人头收的不费吹灰之力呀 美丝丝 顺便给小兵点个赞 这兵啊 一定是加了buff的 不然怎么能将烟士城杀将残血呢 宇文席这个辅助也是孙娘 不须好好辅助AD皇上 在高地防御塔吉乐阁里挂机玩 你说这样的辅助怎么能行呢 肯定要被举报啊 不过还没等宝宏一派举报他 夜皇一派的刺客星儿就主动来收个人头 想终于势力左老头那里拿了武器 一个干扰将吉乐阁沉默 一击就将宇文席半关鞋打没了 吓得宇文席都舍皮走位 这时啊 基地的小兵冲来了 这些小兵对付对付 掩饰成这个AD还行 对付刺客 那不是厕所里打灯哦 找屎吗 这些兵啊 连分分钟都挡不住 宇文席还对他们非常有信心呢 一直在吉乐阁里没跑 也跑不了 星儿杀了这些兵以后 又来杀宇文席 宇文席到死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在防御塔里 被星儿抢杀呢 而且防御塔的机关都不打星儿 一切都是因为星儿有地土啊 宇文怀杀了敌方AD 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又听到自己方的辅助 挂机在防御塔里都被杀了 现在的刺客这么强了吗 这个版本是刺客的签下吗 自己要不要换个职业丸呢 算了 不想太多 反正家里那个辅助 也是个拉铁 一天到晚杀不到人 只知道吃荆棘还要骂队友 尤其是要骂他宇文怀 这种辅助死了不可惜 但是毕竟是队友 所以宇文怀决定去杀星儿 并抓回猎皇一派的上单 阎勋 本来呢 他是打不过星儿和阎勋的 毕竟对面的上单和刺客都发运很好 宇文怀冲的肉装只能保证不死 却杀不了他们 但是宝皇一派的辅助厉害呀 一招寒冰界击伤对面上单阎勋 心儿选择不卖队友也没有跑 然后就没有然后啦 如果觉得小编说的有趣 微信关注范儿影视 给小编点个赞 猫猫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啊